瑞典的仲夏节就快到了 这也是瑞典最美的一天 人们都非常期盼这一天的到来 除了艳阳高照的好天气外 还因为这一天过后 很多人就要开始修长达一个月的暑假了 还因为这天过后 商场都开始疯狂地打折 所以作为游客 在仲夏节来瑞典玩 绝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那究竟仲夏节在庆祝什么呢 瑞典人为什么会有暑假呢 放一个月的假都不需要工作 这是要上天吗 放暑假的瑞典人都干点什么呢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 瑞典正夏节的正确打开方式是怎样的 以及如何过一个正宗的瑞典暑假呢 正夏节的瑞典与执意是夏天的中间 然而实际上 正夏节被认为是夏天的开始而已 之所以被叫夏天的中间 往往是因为仲夏节是在夏至左右 那为什么要庆祝仲夏节呢 一是因为夏至是一年中日照时间最长的日子 晚上十一点黑天 凌晨三点两天 阳光充足 人的精力也更充沛 二是在古代的时候 在农业社会 农民播种的一春天 稍得清闲 自然要庆祝一番 于是仲夏节就作为传统节日保留了下来 那这一天需要做一些什么呢 很多人家会自己制作五月柱 立在自家草坪的正中间 咦 仲夏节不是六月吗 为什么要叫五月柱呢 据说五月柱的传统是从德国传来的 是为了庆祝五月份的圣灵降临节 可是因为瑞典在德国的北面 五月的时候还没有合适的绿色植物来装扮五月柱 于是五月柱被安排到了六月份的仲夏节 那五月柱有什么象征意义呢 嗯 你看这像什么呢 不用怀疑 你猜对了 就是繁衍后代的意思 其实繁衍后代的意义贯穿了整个中夏节 这也是为什么每年三月份出生的瑞典人特别的多 立一根又高又值的五月柱难度特别大 所以一般也只有公共区域的五月柱才会立得很高很高 比如斯德哥尔蒙民俗博物馆斯甘森的五月柱 立起柱子的瞬间会有很多人来围观的 斯甘森的工作人员还会组织大家唱歌跳舞 这时候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们都手拉手 跳起有些幼稚却欢快无比的小青蛙舞 也只有这一天 高冷低调的瑞典人才会放声大笑 并且旁若无人的跳舞 要知道在高冷的瑞典 这可是不可多得的热情洋溢的一天 舞蹈之后就是仲夏节的大餐 除了草莓加奶油之外 仲夏节的大餐和瑞典的圣诞大餐 也并没有多大的区别 烟飞鱼 茴香煮土豆 烟三文鱼 鸡蛋鱼籽酱 瑞典肉丸 外加草莓牛奶蛋糕 吃大餐一定离不开酒 可和人们想的不同 仲夏节这天 人们倾向于喝snap 而不是福特家 想在仲夏节当天买酒 几乎是不可能的 因为瑞典的酒 只有在国营的酒局出售 而酒局周六下午三点关门 周日和节假日都休息 所以仲夏节当天 也是不营业的 想喝酒只能提前准备 而提前一天准备 你一定要准备好 在酒局排上一个小时的队 喝酒同样重要的是 祝酒歌 所以如果受邀请 参加仲夏节派对的话 先把歌学起来 除此之外 很多人还会玩 打木桩的游戏 瑞典语教酷 第一次接触这个游戏的时候 我惊呆了 用一根木头 打另一根木头 竟然能玩得这么开心 真的是好朴实 简单的快乐呀 对于女孩子们 一定不会错过 制作美丽的花环 瑞典野花遍野 根本谈不上破坏花草 而女孩子们采摘的花 也不仅仅是制作花环 对于寻找另一半的女孩子来讲 采集到七种不同颜色的花 并且把花放在枕边 就会梦到自己的白马王子 收回爱情 其实 想采集到七种颜色的花 还真挺不容易的 着实地走一会儿 北欧夏天晴朗的日子很多 可即使这一天下雨 人们还是会尽量在室外用餐 无论是太阳 还是下雨 北欧人都会尽量不打雨伞的 过完中夏节 很多瑞典人就开始休假了 这个假期一般在五周左右 因为瑞典人的年假通常在25天 那为什么瑞典人如此热衷于休暑假呢 主要是因为瑞典夏天的天气太好了 坐在办公室里实在坐不住 而且夏天极其短暂 忍了一冬天的黑暗 终于盼来了阳光普照 哪里有不尽情晒太阳的道理呢 所以很多瑞典的工厂会在暑假期间关门 员工们都回家晒太阳去 而另一些会招一些暑假工 一般是25岁以下的青少年 当然这也是留学生找工作的最合适的时机 有人戏称 七月的瑞典是由青少年掌控的 那这么长的暑假人们都怎么过呢 和冬天飞往泰国西班牙不同 瑞典人的暑假通常是在瑞典境内度过的 当然也有一些会开着房车巡游欧洲 瑞典夏天的气温通常不超过30摄氏度 比中国东北还要凉爽 所以特别舒服 很多人会把休闪夏屋作为暑假计划 瑞典一共有60万个夏屋 平均17个人一个 而夏屋的好处就是 平日里可以不用管它 等到度假的时候再住进去 通常维护一个夏屋能耗费掉一整个夏天 除草 剪树 除虫 擦灰 扩建 维修 数不胜数 说好的暑假呢 怎么光干活了呢 其实打理房子也是一件很有成就感的事情 做了什么 发生了什么改变 立竿见影 我们日常中做一些工作 比如研发类的 做了一两年也还没有生产出一件产品 是很难获得这种立竿见影的成就感的 所以虽然在干活 但是没有压力 也很轻松惬意 特别想吟一首诗 彩菊东篱夏 悠然见南山 还有一部分人的暑假就特别高级了 那就是出海 瑞典有超过八十万艘船 平均十二个人一艘船 而瑞典的海岸线又特别长 无论是东海岸的斯德哥尔摩 还是西海岸的哥德堡 或是临近丹麦的马尔默 都很容易找到出海口 斯德哥尔摩群岛更是美到不可描述 所以很多人一到暑假便出海了 和亚洲人偏爱游艇不同 瑞典人偏爱帆船 尤其沉迷于如何控制风帆 风平浪静的时候 也会停下船来 静静地躺在甲板上 读读书 或者是喝喝酒聊聊天 其实在瑞典的生活已经够无聊的了 可是瑞典人过假期 仍旧是想方设法逃离城市的喧嚣 躲进几乎没有人的下屋和大海 那没有下屋和船的人该怎么办呢 有些人会带上几天的口粮 乘坐公共的船只 到一个人际罕至的岛上 生活几天 享受和大自然的亲近 以及自己的孤独感 说实话 我还是很害怕这样的野营生活 虽然很美 但是离开了人群 总感觉缺少了点安全感 最后我们说说 种下节后的打折记 这个打折记会持续到七月底 折扣力度越来越大 商品卖的越来越少 直至最后清仓 等人们都回来上班了 商品的价格也就恢复了 所以七月在瑞典旅游 租一间Airbnb 每天逛逛街 学选品 能收获到不少好东西呢 六七月的瑞典太美了 如果来瑞典 一定要选到这个世界 如果你要在瑞典过一个正中的种下节 一定要记得完成以下的步骤哦 一 一定要在室外庆祝 而且是在阳光能够照到的地方 二 准备桌椅 布上白底兰花的桌布 插上瑞典国旗 三 准备酒 并且唱住酒歌 四 玩世外游戏 酷 五 绕着五月柱 跳小青蛙舞 六 做一个种下节花环 七 看日落 通常要等到晚上十一点 八 把七彩花放到枕边 或者 嘿嘿 你懂的 种下节就快来了 我现在每天上班都在默默的倒计时 你们是不是也像我一样呢 坐在办公室里 心却已经飞走了呢 没有来过瑞典的朋友们 也一定记得夏天来哟 夏天工作的可都是25岁以下的俊男良女哟 你一定不想错过吧 喜欢视频的朋友们记得点赞哟 想了解更多瑞典生活 也欢迎关注我的频道 那我们下期见咯 拜拜